主,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事情可能我们不明白 但有一天我们见到你一定会问你 或者其实我们可能在离开世界之前都已经明白了 但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蒙恩堂每一个的顶姐妹 无论我们遇到的是高高低低 我们最重要是知道主呀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是那位在沙漠可以为我们开江河 在抗日可以为我们开道路的主 所以主呀我们不怕 所以我们不怕 不怕任何的威嚇 不怕任何一些好像明日不知怎样的状况 我们不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但你知道 祝福我们满有信心 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前路 又恳求耶稣今天真的透过圣灵神 继续带你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 就是你的说话 我们的说话是多么重要 主呀祝福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里面 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主呀我感谢你我赞美你 在过去这七八年 你就这样让我经历 所以主我是用我的生命去做见证 我们的说话是很有能力 是很重要 主我很想我得的祝福 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 我很想我活的生命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入去 因为你是一个从来不偏待人的神 所以主我多谢你我赞美你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上次来是不是应该是讲祝福的 我印象中记得是吗 八福 八福之前是祝福 我忘记了 就是福了 哎呀真是很好 还记得我 听我 还记得 我讲祝福的时候 我开始的引言 就是说到有一个宣教士 他到南美两个国家 一个A一个B A国家就是 总之那一轮 其实是有少少寒灾 他们是做种东西的那些 没有什么修成 有得修成都很小 南美有很多小的国家仔 小到一条街之隔 就是两个国家 就是过马路 就是这个国家 那次的分享就是 那次呢 孙教士去到这两个国家里面 就是大家修成都不好 因为同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就呢 这个孙教士就鼓励A国 喂 我觉得呢 我介绍你 有希望的 你信耶稣 耶稣去掌管一切 但是这个国家不信 这个国家不信 那么他去到B国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 一个纪录片 不是故事 是真的有DVD的 在一个叫转化的DVD里面 它有几集 它讲出来的 那么去到这个B的时候呢 照说呢 B就信了 就是觉得都没什么办法 信一下吧 但是两年之后就很不同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那么为什么不同呢 就是因为 这个孙教士就教B 这个国家的人民 祝福这个地方 祝福你所种的东西 祝福你的土地 祝福你的土地 神就会赐福的了 那么我上次不是这样一路说 对不对 那么两年之后呢 因为他这些纪录片 就不是录一次的 他会追踪着它 几年的 那么两年之后呢 就真的 因为这个形势大变 大变又如何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 农作物都仍然是这样 就是很小粒 很瘦 其实这个国家的农作物 就变了很大个嘛 那些的萝卜很大的嘛 那个男哥的面盘这么大 那么我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到 他拍的那些照片 他真的拍了出来的 那么 他再追踪两三年 那么总之就是这个国家 就整个翻转了 他们的监狱就收工了 因为没什么人打劫了 因为有钱了嘛 那么收工 那些肉粥干什么呢 他们就开咖啡厅了 对不对 就开始卖咖啡了 为什么要卖咖啡呢 就因为很多旅客来看那些大萝卜 大南瓜 去看奇景 那些旅游业又跟着兴起了 就整个改变了 那么我上次说就是 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都只是隔一条街 但是天气那些全部是一样的嘛 分别就是 这一个国家的人呢 他听这个宣教士说的 祝福他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变的 唯一一个变数就是祝福那个地方 那些地土就有变化 那些农作物就有变化 OK 那这个应该是十几年前 但是其实我再退 应该是十年前 我去一个中国的一个岛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就教他们这样祝福 因为我听到嘛 我最喜欢听完就用的了嘛 那真的我有个朋友 他的那些田又是改变了 那上次我说给各位听呢 就是 祝福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 那你用什么祝福呢 用你的说话祝福嘛 是不是 你对着那些地土祝福 那他就变化了 那今天我要继续讲呢 就是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一说 那些地土祝福就会变化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是有一个 圣经里面的道理在这里 就不是很虚滑 不是说 一会儿说了 不知道变不变的 可能变可能变 不是 今天我想告诉各位听 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有一个程式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程式 是我们的说话 是有能力 是一个程式来的 不是我们有多厉害 那今天我想透过圣经 我们能够给予此的鼓励 那今天我很想呢 各位记得 就这一节的经文 针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三次看伴不背好吗 好吗 一二三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第三次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背不背到啊 试试背吧 好吗 试试背吧 眉上对眼试试背 生死在什么 是啊 喜爱他的 生死 好啊 再和隔壁的背背好吗 生死 生死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喜爱他的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哇 这么厉害的 帮我退了他 好厉害的 真是这样啊 是真是你说生死的话 你就会生死 说死的话 你就会死 那不是啊 我咒我自觉 我都还没死的 还在那 那才可惨啊 如果你一真的说死 那人死 你就觉得 哇 那便不要再说了 是不是 什么叫死啊 其实死就是说 你是越来越少那种生命气息 就是你个人萎缩 你个人萎缩 你个人萎缩 心经历 这件事的 就是呢 我刚刚星期四 我就六十岁了 刚刚过了六十岁 但是呢 我看到呢 我那个生命的状态啊 健康呢 是好过我五十岁 我连个样子都好过我五十岁的 是不是啊 十年前 可能你没见我 我不记得 应该没 是不是啊 那 原因真的不是我 因为用了什么美容品啊 我是相信我 我就相信这件事 我在这个2012年 我在年中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呢 其实我中过两次疯狂 2001年第二次呢 就是中疯狂 就是我的脑子 那个记忆区缺了氧 缺了氧 那我病了整半年 病了整半年 那时候病到呢 就是呢 你直接是没有气力的 你想走去那里 但是你的脚趾是起不了的 起不了的 你走不下去 那我就知道呢 我过去拼得太尽了 就是大家都明白 我个人看我的样子 都知道我拼得尽了一些的 是不是啊 那我就开始呢 就不行了 主要是我想再服侍你 我一定要好些 那时候我就开始呢 日 不要说日常常 祝福我的身体 我就找了一篇的土文呢 天天去祝福我自己 祝福我什么 祝福我所有的系统 我那个的 无论是我的身体 下身体某个基因 细胞 组织 器官 气质 功能 所有的主宰 实是我的主宰 一切的什么 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 秘尿系统 呼吸系统 发声系统 生殖系统 肌肉系统 骨骆系统 上脂骨和下脂骨 关節一切 皮肤 毛孔 汗线 排汗 体温 调节 免疫反应 所有的主宰 是我血压去 和胆固 常运动 饮食休息 所有的主宰 都念得熟了 就因为这样呢 我呢 那个身体的状况 是越来越好 我就这样跟我自己说 因为我相信 所以今天呢 我呢 刚才一起祈祷 我很希望呢 我得到这个的祝福呢 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到 其实个人都得到 就是你是 被命定呢 是要过健康的生活的 Amen 跟隔壁那位说 你是被命定过健康的生活的 而呢 上帝怎样是 帮助我们呢 我就想呢 大家呢 你听我读一段的经文 你听我读一段经文 你留意一下呢 有些什么字是重复的 你听我读 我会读创世纪 第一章 你听我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冤眠黑暗 神的灵混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上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二日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寒地露出来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寒地为地 清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定节令 日子连续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是就这样成了 神说 水要多多 知生有生命的物 要有着了 非在地面之上 天空之中 神就赐福 这一切说 知生繁多 充满海中的水 着了 也要多 生在晚上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五日 神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 各种其类 生畜昆虫 野兽各种其类 是就这样成了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OK 这里是有26节 我跳了一点点 下跳了一点点 大家听不听到 重复的字是什么 是了 我都很强调是什么 神说 神说 这里是说 神做天地 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其实 在《创世记》 神可以这样说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并造了人 看事美好 事就这样成了 行不行 其实他这样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不是说完那六天的东西了 其次再创造人 开为美好 事就成成了 你是不是已经搞定了 其实他可以用一节的经文 是说了二十六节的经文的东西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圣经的篇章不够呢 一定不是了 是不是 而是 神很想重复讲一句的说话 是什么 就是刚才你听到的 神说 神说 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看圣经 我鼓励各位留意 凡是圣经的篇章 他重复讲的那样东西是什么 是一定很重要 你也是的 比如你跟人家讲话 你叫人去那里 假设你去吃放題先 你吃个刺 刺好吃 你记住吃个刺 吃个刺 就是你觉得那样东西很重要 你就会重复讲 上帝一样 我们看圣经就是 凡是重复的东西 其实上帝就看为很重要 所以 神觉得 神说这个说话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刚才我读到 第26节的时候 神他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 是不是 去做人 记不记得我说 第26节 他要照着他的样式 和形象做人 是去到第6日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神 他是没有 没有样子的 是不是 样式 形象一定不是 他的外形 一定不是 看得到的实体 那么 样式和形象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 其实说 上帝 他某一些的属性 他按住 他某一些的属性 来做我们 因此 我们有良善 是不是 我们有爱 我们像他 简单来说 我们像他 但我们像他 就不是像他的外形 是像他某些属性 如果用现在的说话来说 就是上帝将他一些的DNA给我们 所以我们像他 Amen 所以我们有小孩子 出生的时候 因为 我们的小孩子 有我们的DNA 他不用假扮都会像我们的 他自动像我们的 是吧 有些人 他那个音乐学 好些的时候 那些小孩子 自动的音乐会好些 是不是 他不用拼命学的 因为他父母的DNA给了他 给了他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 神说我照着我的形象 和样式做人的时候 他是说 把他一些的DNA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 好了 然后我们到27、28节了 好吗 就轮到你读了 好吗 预备起 神就照着 神就赐福 我们都知道 我们被造 是有一个任务的 是不是 就是做治理 和做管理 是不是 那他这里讲到 神就会赐福给我们 然后 然后 就叫我们 就是要管理 这个海里的穴 和治理者的地 就是 总之 全世界我们都管了 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但是我想问 就是当神 给这个扩打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个人 两个人 OK 他们的总部 就在哪里 在伊甸园 伊甸园外面还有东西 是不是 还有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两个人 在伊甸园上 如何管理全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当神话题了 是吗 不知道 但是其实你的脑里面 你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图画 他究竟如何实践这件事 过了 过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个任务 到今时今日 我们还是要做这件事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责任 是要管理这个大地的 我们还有这个责任的 直至今时今日 上帝他不会 是叫我们做一些 我们没办法做的事 一直都不会 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两个人之后 他说 我现在赐福给你 就是要你治理者地 管理海洛空 总之 他叫我们做 他是一定有足够的资源 给我们做 各位 这个是我的信念 凡是上帝呼召你做任何事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不行 你现在不行 你行的时候 就是你做的 我真的鼓励各位 凡是上帝叫我们做任何事 你看你好像你的能力 是超出很多 但我告诉你 上帝他想过 他呼召得你 他一定有足够的资源 在前面那里 给你可以进入 你一定做到的 所以跟你旁边的位置说 上帝呼召你做的事 你一定做到 是一定做到的 是一定做到 他计过了条数 计过了条数 那是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管理呢 怎么管理呢 我绝对有相信 他前面 一至二十六节 他强调着神说 这一样东西 你有没有发觉 他做事的道理是怎么样的 就是 神一说 那些东西就会变 这个是不是一个图画 就是神说 跟着要有光 那些东西就会变 就开始变 就是说神他有一个说话的能力 就是当他声音一出的时候 其实那些物质就会改变 他是重复讲这个道理出来 这个道理出来 那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就是当他将他的DNA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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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个被造的人 已经有了这个DNA 无论信不信耶稣 都有这个DNA 就是这个DNA 就是他将他说话的能力给我们 以至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说话 可以管理大地 改变一些物质 如果现在二十年前我都不太会怎么演绎 但是二十年后我比较容易演绎的就是说 很简单而已 现在你录个音魔设 录个你的说话 你一按出去 是不是应该到达全世界呢 如果你的群组是有全世界的网络 是不是已经去了全世界呢 就是说你一句说话一按的时候呢 其实你已经影响很多听到这个声音的人 Amen 明白吗 就是这个传递性其实有可能的 在当时来说 就是他在一个headquarter里面 他说话可以传递出去的 传递出去 接着我们再看二章 看二章 二十九节 十九节 你读这一节经文给我听 这节经文很特别的 很特别 一 二 三 耶和华 这里说到神造成那些的走兽 其实在圣经里面说 包括有恐龙那些的 那个图画是怎样的 就是那些的人 现在为那些动物改名 是不是 那时候有很多的动物 其实呢 那个能力是比人的 比如说 有恐龙 是不是 一定就不是人走去找那只恐龙 你站在那里 我现在跟你改名 不是这样 是不是 那个图画是说着 那些野兽是怎样被人改名的 这里说 是怎样的 是上帝带那些动物来 给人改名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人都很威 因为在旧约来说 改名的人是赋予被改名的对象功能和特性的 改名的时候 名字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喜欢好听的 而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赋予他 是有一些的特性 所以你会看到 在旧约 是不是有些人会改名的 就是 柏南去到某个季节 就叫做阿伯拉罕 因为他那个季节不同了 所以被改名是说着呢 被改名是说着呢 被改名是说着呢 为什么出这个这么有趣的 还没看着呢 哈哈哈哈 OK 是说着呢 就是那个改名是给 赋予被改名的一些的功能和特性 但是你要记住 在当时来说 人根本就不可能控制恐龙的 狮子都不行了 老虎都不行了 是不是 那个重点是这里 那个重点这里说到呢 是说 他神是将这些的动物 带来 给人改名 就是说着什么呢 是说着 神是叫所有那些的被造物 什么 要听人说 要听人说 大家明明这个观念 所有受造物都是上帝做 上帝有他的方式 跟所有不同的受造物 沟通的 而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 因为上帝他将他的DNA给了我们 拿来管理大地 怎么管法呢 怎么管法呢 就是第一样东西 他将他说话的能力 给了我们 你一定要记住DNA这个观念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DNA是你不用做任何事 它已经在了 已经在了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呢 撒旦他就叫我们 他叫我们呢 是凭我们做事的行为呢 去认自己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但我今天告诉你 你行 你能够管理大地 不是因为你强 是因为你有上帝的DNA 你要记住这件事 所以我上一堂讲到祝福 不是因为你特别读过几次圣经 不是你特别熟圣经 不是 而是因为上帝将 讲说话改变物质的DNA给了你 他不是只要给美讯耶稣 是未许耶稣 一样有这件事的 一样有这件事 是他将他说话的能力 的DNA给我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记住 要来做什么的呢 是要来管理大地 是要来管理大地 好了 那怎么管呢 就是声音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 神是叫所有的万物 要听人讲 这个是在 诗篇第八篇那里 如果你有留意 神是将尊贵荣耀 赐给人做冠冕 叫我们管理 是神将尊贵和荣耀 这个post 这个职份 给了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管理 我盼望 我今次这篇里 你明白了 这个意识就已经很好 很好 比如我认识了 有一个朋友 他是 在上水大 他中学都未毕业 未毕业 但因为他爱耶稣 他很认真爱耶稣 神一路提升 他提升 提升到他现在 成为一个跨国 一个大的机构 一个regional director 已经很厉害 但其实他不懂得说英文 他连听英文也不太懂 他在他手下 现在的阶段有六十多人 他六十多人 六十多人里面 有三十个人 应该全部都从中大出来 那些是master 至少master 很大多的人 二十多三十岁 他们学很多的 市场学 统计学 商学 商业学 很厉害的 一定很厉害 讲英文 三文两语 很厉害的 我的朋友只会讲广东话 他连过去都不会讲 他就带着一条 但是 有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的朋友 叫这六十几个人 做任何事 这六十几个人 都会做的 明白吗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的朋友 英文比他更厉害 不是因为我的朋友 普通话比他更厉害 或者他的学术能力高 是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位置 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是因为那个位置 当我的朋友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下面这六十几个人 哪怕你客观条件 没有他那么好 好过他很多很多 但是问题 他们一定要听 原因是那个位置 是那个位置 这个点是很重要 就是因为上帝是将 管理万物这个位置 给了我们 他给了我们 所以在诗篇第八语 将荣耀尊贵为官免 就是 如果你形象化一点 以前的古装片 就是你不同的绩份 有不同的帽子 是不是 就是他给了一颗宰相帽 给你 明白吗 那么你去到哪里 就所有的人都要听你说话 因为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不是 你就给了一颗帽子 你去到哪里的时候 那些人就听你说的了 今天一样 各位 这一件事是很重要 很重要 撒旦他太明白 我们是被造管理这个大地 所以他想尽方法是什么 他是让我们成为物质的奴隶 他不要我们成为物质的主人 但是我们今天 我要再告诉你 我们今天被造 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 物质的主人 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 是会进入很多的核制 里面 你会没有自由 但我今天 我告诉你 特别 第一件事 你不要看外界 你看你自己的生命 你看你自己的生命 你是绝对可以 是对你的生命 说好的话 你的生命是会变成好的 因为你的生命是物质 是被造的 他会听你的说话 Amen 他会听你说的 所以你说你病 你就一定会病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说你不行 你就一定会不行 所以我现在想跟你说 这些事不是很虚幻的事 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 物质是要听人的说话 要听人的说话 OK 我们接着看下去 我之前 你可不可以跟隔壁那位说 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你跟隔壁那边分享一下 我说了这么久 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OK 最深刻的你要记住 就是我们有神的DNA Amen 很重要 有神的DNA 好了 那神给这个说话 这个功能给我们 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给我们有说话这个功能 有说话这个功能 第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他可以让我们跟神沟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他将一个接收器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跟神沟通 说到跟神沟通 在当时来说 神是个灵来的 其实当时我们被造的时候 我们是跟神沟通 其实就等于我们能够跟灵界沟通 就是我们有个接收器 我们能够跟灵界沟通 在最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灵界就是跟圣灵沟通 跟神的灵 是好的 但当最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灵界就不是只有圣灵了 就有邪灵 有不好的灵在了 灵界沟通 所以你不要以为 未信耶稣那些 比如文米 占卜 塔罗牌那些 假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通灵是真的 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个接收器 是接收灵界的东西 个个都有 个个都有 今天各位 我想顺带鼓励你 上帝他 给人有个接收器 要来做什么 是跟我们沟通 这个是个目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 特别信了耶稣那天 你是没可能 跟神沟通不了 是没可能的 而其中说什么 就是言语 是其中的沟通工具 我想鼓励你 如果在座当中 你有一个信念 就是你听不到 神的声音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要取消你这个信念 因为是不可能 听不到 是不可能 因为是他 特意做个接收器 是要来接收他的东西 那你说 你什么时候 会听不到 神的声音呢 就是你说 你自己听不到 你就拧了个键 好像收音机一样 收音机是否有个接收器 接收那些大电波的 但是你要开键才可以 才有声 如果你说我听不到 成的声音 就等于你拧了个 off键 你就一定听不到 为什么你听不到 因为你听到 都当听不到 你会怀疑什么 这句话是哪里的 是不是从神而来的 是不是我自己想的 是不是魔鬼而来的 你会问这些东西的 那最后怎么办 还是不是的了 还是不是的了 但是我今天呢 特别在幕后的日子 各位 很多迷惑的 什么叫迷惑 迷惑就是 你不知道它是不行的 迷惑就是 令到你模糊 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神的 指引 去带领你 很多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谎言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是谎言 我忘记上次有没有说 最近有一个感冒广告 就是 讲到有个男士 在室外 很热 很热 然后回到室内 有冷气 很冷 有没有印象这个广告 然后又热 又冷 又冷 然后整完一轮之后 他的结论就是 又热又冷 就一定会感冒 然后怎么样 不用怕 因为有什么 幸福素 是不是 有什么什么 就搞定了 我一听的时候 我在灵里面 我说这是一个谎言 但是你发不发觉 那个谎言是什么 是半真半假的 这个就叫迷惑 你真的又热又冷 又热又冷是真的 香港是不是 香港有哪个地方 没有冷气的 你真的 你真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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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病是冷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OK 但是 是不是一定又热又冷 就会感冒 就不一定的 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有很多 你自己留意一下 有些人说的口头禅 他们真的会说 就是 比如现在 潮湿 关节又会痛 潮湿是真的 但关节会痛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你留意我们的说话 其实我们已经觉得 好像一个逻辑 有意又冷 就会感冒 跟着吃 没有伤风 你这样和自己说 你就一定感冒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迷惑就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 不相信我们听到神的说话 其实我们日常的带领 很多时候我们很模糊 甚至我们会做错决定 所以第一个 说话的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 神很想和我们沟通 所以请你和旁边的那位 认真地说 你是一定听到神的说话 两个都要说 两个对着 我们一定听到神的说话 是一定听到 因为我们被造是听到 不是因为我们厉害 是有个接收器在这里 好了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说话是什么 是同人沟通 在《创世纪》第四章八节 请你读给我听 好吗 预备起 你留意 在《创世纪》一至三章 其实没有记录过 人和人说话 是人个别同神说话 在第四章 就有去记录 但是这个记录 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一次记录 人的互动就是悲剧 在我去 去默想的时候 告诉我自己听 如果没有神的灵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基本都是负面的 因为每一个人 他都是自我中心 他都是想自己 他想自己 凡是自我中心的关系 一定会带来伤害 因为我们没有顾别人 没有顾别人 但我们感谢主 因为有圣灵的帮忙 我们可以慢慢 从一个自我中心 慢慢离开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 是慢慢的 不是一日变 但我们有希望 所以真的 我现在越来体会 在没有耶稣的人 就是关系 特别是婚姻的里面 其实那个成功机会率 真的不高 不高 因为我们越来越自我中心 好 第三个 请你读给我听 预备起 这个就是 我今堂很想再重复 去提各位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的位分 让到被造物 听我们说话 我们有这个位分 但是我想 如果不是不会有纯寿狮 是不是 你怎么会纯到一只马 纯到一只狮子 就是因为 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位分 那些动物不会说的 其实你想想 那些动物为什么会害怕人 你照计算 其实那些动物 无论它的体能 或者智能 其实比人更好 但是为什么生出来的动物 会听 怕人 你发不发觉 其实以前 没有罪的时候 它和我们很相处 但是后来 神就将恐惧放在我们里面 他们不知道 我们害怕它 如果他们知道 我们害怕它 我们死了很久 我不是跟你说笑 是因为那个被造的时候 神是将一个意念 让我们能够管治它 这个全世界都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我最近这两年 我开始学一下 就是看有一种叫量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Quantum Quantum 我为什么会看这种东西呢 就是因为我看过一本书 叫Quantum Faith 一个叫量子信心 我一直看下去 我不懂的 我中国读夜校 我没有读过这些东西 但是我就很想知道 Quantum 你上YouTube 现在有很多 Quantum 是所有的受造物 就是所有的物质 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它是比原子更小 Quantum 量子 但是很有趣的 量子 是physics 物理 是另外一个物理 我们读的物理是什么呢 我们读物理 就是物质的定理 物理 就是叫law law是什么呢 我们读的普通的law 就是 总而言之 你做了A 就会有B的情况 虽然这个叫物理 叫law 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 牛津的定罗 那个地心吸力 是一个物理 是一个law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是会向下聚 因为有地心吸力 所以任何的东西 就是说 你在18楼里面 你扔东西下去 它会跌落地 它不管你 那个是什么 那个橙又可以 那个石又可以 包括那个人 你跳出去 一样会跌落地 这个就是 那个物质 那个定理 就是 你 试来试 都会这样的 这个叫physics 但是quantum 是另外一种physics 很特别的 现在还在研究中 但是很powerful 就是因为这一种东西 是一种浮游状态的东西 而原来他那个浮游的状态 是会按着频率变动 大家明明我讲的什么 因为这个观念没重 是在解释这件事的 是按着频率变动的 他没有是非非黑白 他按着频率变动 人的意念 是不是有频率的 我希望你相信有 人的思想有频率的 所以其实佛教 一早已经是用了这个原理 所以在他们里面 就是他们有一种叫念力 你有没有听过念力 就共同一起想一样东西 是有一个频率的 而声音的频率 是强过思想的频率的 声音的频率 所以你发不发 很多那些这样的 宅谱全部有东西播的 你不要以为 那些是宗教活动 是个频率来的 是个频率 所以说话的频率 是大过意念的频率 OK 所以说话的频率 能够改变那些的 quantum 那些的物质 你有没有听过 我看过就是 如果当一个女高音唱歌 唱到很高的时候 那玻璃会爆 你有没有听过 你只知道这个 但你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爆 就是因为它的频率 强到 可以将玻璃里面 那些量子分解 它就爆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解释 人的说话的能力 上帝都说了 现在我感谢主持 很多的科学研究 是解释成的创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的说话 其实是可以令到 物质 令到那些量子变化 我们的说话 而我们整个人的构造 就是物质来的 我们之所以不同 因为我们有灵 接收器在这里 但我们都是物质来的 因此你会明白 你的说话 如何改变那些物质 改变我们里面的身体 就因为我们里面 全部都是由量子组成 由量子变原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吗 因此这里我想告诉你 就是 这一句的经文是说着 神将我们摆在一个位置的里面 而这个位置是让到 受众物要听我们的说话 这个就是说话的能力 我现在想有一条片 给各位看看 很短的而已 这条片是什么的呢 这条片是2018年的 它说到在杜拜 有一间小学 那些老师教那些小孩 欺凌这一件事 那么他带他们去 杜拜一间历仪加斯 Ikea那里 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就是他们找了两盆 是一模一样的树 然后就放在历仪加里面 接着就鼓励 就是那些学生 就对了一棵树 就骂那棵树 一棵树就是赞那棵树 接着骂完赞完之后 就去录音 就录了 录了 OK 多谢 Thank you 我搞钟了 我今年要做这些事 那么就录了它 就骂的 赞的 如是者呢 就是给那棵树自己听 听吧 好啊 麻烦你去片 这个就是那两个盆树 这两个就是箱 下面就是一个录音机 这些就是那些学生 骂那棵树 骂我左手边的棵树 还在骂他 现在赞左边的棵树 赞他了 然后就进去这个录音室录音了 录赞他的 还有录骂他的 就录了 然后就将那个录音 摆在那棵树的下面 如是者那两棵树就听了 听了三十日 你去看看那两棵树 见不见到左手那棵树 是不是黄了 摆了 OK 这棵右手那棵树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变得很教官 OK OK 那分别可以可以了 OK 那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是 大家是听了不同的说话 就变成这样 这个是去年的实验 你上YouTube现在有的 士多啤梨也是这样 苹果也是这样 米饭也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做的 可以做研究 因为他们要证明 这个都不是基督教 是他证明人的说话的能力 最出名是什么 是水知道答案 你又可以上YouTube看的 就最早研究的了 就是水说话的影响力 说话的影响力 好 说好的说话 和说不好的说话 影响力 水知道答案 是我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研究 他是一个博士叫江本成 他为什么去研究呢 他周围列过去说话 他就鼓励什么 他就鼓励呢 他说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的说话 因为人体里面 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他周围说就说这件事情 因为人体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所以你要留意 你平日说的东西是说什么 你究竟是你骂你自己 还是你是赞你自己 你祝福你自己 还是就座你自己 是很影响你里面的水 当水听到负面 水会变得很混濁 很混乱的 其实人病是因为混乱的 你明白吗 人病什么叫混乱 就是出界 出界的东西 弄了一块 上帝创造 如果刚才你有留意 其中另外一句说话 就是各重其类 记不记得 罗亚一样 各重其类很重要 各重其类就是 你在你那个界限的里面 在那个order里面 你就可以健康成长 但当阴壁濕了 就很麻烦 所以同性戀是很麻烦的 因为同性戀出界 不是只是说活动 是他 直接破坏了神的创造 这个是很大问题 很大问题 因为出界 混乱就等于出界 明白吗 撒旦就最喜欢弄混乱 明白吗 弄到人的关系很混乱 弄到你的身体状况很混乱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各位 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有一个能力 你是说 好像刚才那两棵树 你可以说不好的说话 你可以说好的说话 你是有选择 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 咦?我的雅各书去哪里? 是这里没有从客 一口两传很重要 你读给我听 雅各书三章九节 预备起 又用舌头奏着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众赞和奏着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这个讲到 这是不应当的 就是他做了 你这样做不对 就是已经做了 就是说 当着来到这个世界 人是可以一边重赞神 一边可以骂人 是不是? 那是讲什么的事实呢? 是讲每一个人都有选择 You have a choice 去说话 可以说可以说不好 是你有个choice 这个正在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很鼓励各位 你一定要记住 请你记住 这个就是You have a choice 这个说话 针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再读多两次好不好 预备起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喜爱他的 喜爱他所欲的 再来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欲的果 跟旁边的那位说是必吃 是必吃 是必吃 所以是有choice的 生和死 生和死 我鼓励各位 你第一件事用在你的身体里 你最快见效 但其实你用在你的职场一样 你说好的话 你的氛围会改变 家庭一样 你留意 我们平日我们讲话的习惯 和口头禅 基本是负面的 你留意一下自己 留意一下人家 在犹太人 有一个圣典 这个不是圣经 但对他来说很重要 叫做塔木德 或者叫他勒木 他勒木 其实是将旧约 他们这么多年 活了之后 这些经验 拿来用一些比较现代的言语 去教那些青年人 这本塔勒木 那些青年人 除了十四岁要背了摩西五经之内 接着他就要背塔勒木了 十八岁他背了这本塔勒木 其中里面他提及言语 提及言语 是否很真实 很真实 就是他比杀人更加严峻 不单止那个空间 其实是时空 那个时间 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说话 可能影响你三十年 四十年 或者影响下一代 特别那些就作 好了 言语他又用另一个比喻 请你读完它 好吗 预备起 预备有如前一样 但是有几千人的 是呀主 因为前万能用手去挡 预备所杀的 他人 是不是呀 自然你可以捉住 但是预备他所发出的 你根本真的想象不到 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 有些人他甚至被这个预备影响 他都不知道 所以跟旁边那位说 我今天要说生命的说话 OK 我们讲生命的说话 我曾经 我教过大家这个 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希望你继续记得 因为这个是 教你怎样多一点点 正面言语的内容 好吗 OK 好了 我读码 你再讲 希望你记得 好吗 预备起 六 五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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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好 来了 六是什么 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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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错 好大功课来的 OK 五 你做得很好 和旁边那位 你做得很好 四 是什么 你觉得 第一个三是什么 麻烦你 第二个三 给 第三个三 加油 二是什么 麻烦 一是什么 好 OK 好啊 我们一起唱 回应诗歌好不好 好 那么弱的 好吗 好 麻烦 好啊 我们唱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 我几乎每天都要唱一次 我给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给你 大家听不听到 那些歌词 对不起我 昨天搞错了 你有歌词的吗 OK 有歌词的 非常好 好 麻烦你 我们一起起立场 好吗 一起起立场 那我YouTube的声音 尽量大过我的把声 就可以了 把YouTube开大一点 麻烦 我希望呢 我们今天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 真的要每天靠耶稣 是不是 讲好个说话 要靠耶稣 不是知道 是要做到 很多事情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 全部依靠耶稣 让我贪然无知 来到世人桌前 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在我身体中心灵 在我身体中心灵 每一天我需要你 我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我身体中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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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生命荡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无助 每天都敢爱你 永不惜去记住爱你的心 每一天每一刻 我要更多爱你 祝福蒙恩堂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好像那个标杆说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以尽力爱神 并且要爱人如己 主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你的爱 我们是很难持续地爱你 很难持续地爱人 也很难在爱里面发出好的言语 所以主我祝福爱你的群体 我们更多的爱我们自己 向我们自己讲生命的说话 向我们的身体 向我们的思想讲生命的说话 愿主你鼓励我们 上上要读你的说话 要背诵你的说话 让我们的思想的内容 是有真理 有说话 以至我们能够可以知道 什么是方言 我们能够有 那个言语的内容 去对抗他们 主说我们很需要 在这个世代 你的真理很重要 因为你的真理 就能够让我们各从其类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 封信的定律 所以耶稣我多谢你 刚才与我们同在 感谢我们的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给我们的耶稣 给我们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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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旁边的那位 好吗 好留心啊他们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多谢陈牧师 我们请坐一下 坐一下 好吗 我想今天 当我们去到祝福的时候 我想去个热线电话 6 5 4 3 3 2 1 可不可以给他 给他热线 不是这个 陈牧师讲到的 不是这个 是他们讲到的 可不可以开他的广章 开他的广章 开他的广章 是 这里 谢谢 可不可以回头 他那张 再前一张 好吗 麻烦你 好 弟兄姊妹 今天我想祝福的时候 是我们这样做 好吗 两个人两个 如果你太太在你旁边 你家人在你旁边 最好了 你就先回答一件事 就是这个礼拜 我想对着自己 要说的祝福的说话 是什么 好吗 接着呢 你就要说另一件事 就是这个礼拜 我要对我身边的人 我要说的祝福的说话 是什么 好吗 那你跟着呢 就跟家人分享 接着我们就请你 给予祝福他 好吗 就是这个礼拜 我要和自己说 对不起我错了 可能是这样的 祝福自己 好吗 或者这个礼拜 你要和自己说 我做得很好 其实呢 可能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但是 我做得很好了 好好了 我们这句话 要这样祝福自己 好吗 所以 自己要说什么 对自己说什么 我要对身边的人 说什么 好吗 所以我给你五分钟 好吗 你们这样做 的时候呢 我们才一起 跟着祝福对方 好吗 好 两个 两个好了 不要五个人 六个人 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 OK 可不可以飞一飞一下一张 好 好 好 先祝福买给我 好 好 好 就好 好 好 我来 我来 然后 我来 九原子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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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个星期五的 要欣赏自己的 请你举手给她看 好吗 好 好 好 今个星期问候一下自己 我自己觉得如何 顾一下自己的感受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星期四是你的选择 三 跟自己说 麻烦你了 这个星期不容易 都是要说的 因为自己要照顾自己 好 有没有人要鼓励自己 三 你跟自己说 努力吧 耶 有没有人要跟自己说 努力吧 耶 有没有人要跟自己说一声 努力自己 你想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跟自己说一声 好的 请她说 好 好 这个星期呢 你要跟其他人说 又来啦 第六的 觉得这个星期 你要跟人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有这个感动的 请你举手好吗 你自己记住啦 你觉得要跟人说 你做得很好的 请她举手 你觉得如何 你要开始问一下人感受 请她举手 麻烦你了 开始 OK 好 给心机 加油 加油 麻烦 好啊 OK 好了 我们一起学一件事 好吗 我们其中一个 在我们转型日子里面 有很重要的DNA 就是我要做一个遵行神说话的人 坦白说 教堂有时候 陈牧师说 哇 真是很好啊 转过头我们就 就不记得了 我们不要紧 记得陈牧师说话 其实有时候也不要紧 不过你没有实践 今天你听到的东西 将它变成行动 这个就很大问题了 因为呢 那就是说什么 我正在说谎 我们不想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个说谎的生命 哇 我这星期要跟人说什么 然后我其实整个星期都不做 请你留上你的祝福 我先去这个星期 所以我先去看 他是一个星期对 我再看 你也是一个星期 那我们可以去看 你还是要在那儿 我先去看 是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